近来,美利坚和中国大统领特朗普,在全球不停的表示啊,先是和板门开打贸易战,又是恐吓欧盟,称其为美国的头号敌人。 前几天特朗普访问英国,紧约女皇迷战的时,特朗普毫不客气的走在女王前面,在纸屋里,得了个臭名声。 美国部分媒体也公开声称,特朗普恐将无法实现2020年连任。 女王,小傲同志很有礼数嘛,不过,冷嘲热讽之下,川皇还是挺敬业的,做好了一个美国总统该做的事,竞选总统和准备。 特朗普2016年获得大选胜利,2017年1月就职美国总统,到了今年才干了一年吧,加而近日特朗普已经开始积极募集竞选资金,备战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。 特朗普2020年的竞选口号让美国继续强大尽管,中国民众并不看好特朗普能连任美国总统,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的呼声也很高, 看样子,特朗普连任的愿望可能要凉了,不过,一股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却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预测,川普同志很有可能实现连任。 这股神秘力量便是中国义乌的小商品生产者们。 中国义乌的商贩已经决定了2020年穿建国同志,继续连任美国大统领。 目前义乌的纺织工厂已开始度陆续去接到美国订单,开始生产特朗普2020年竞选时所需的旗帜,和支持者所穿的衬衫,而其总订单量已经顺备于民主党竞选所拍出的需求。 义乌商家生产的川普进选旗帜川普,让美国再次强大可以这么讲,无论西方媒体再怎么抹黑川普同志,义乌这消息一出,川普基本稳了,因为,在2016年美国大选上,美国人自己还在战战兢兢的,等待大选成果的时候,义乌商办就通过美国订购的旗帜和衣衫的数量。 提前五个月预测出川普将成为总统的,2016年11月选举结果出来,而中国商办早在五月份就知晓结果了,义乌商品销量于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。 2016年特朗普竞选成功后,一位名叫姚丹丹的义乌老板,在接受采访时说,其实早在结果出炉的前五个月,他就知道特朗普很有可能将成为美国总统。 通过美国的订单分析谁能当选总统,在2016年,美国总统竞选结果出炉的五个月前,姚丹丹同时接到了特朗普和希拉里竞选产品棋子,标语的订单。 这位老哥估计了一下双方的数量对比,发现与川普相关的产品订单,要远多于希拉里,而后续订单也是川普的要比希拉里的多。 因此,这位老哥他便吞了大量关于川普竞选产品的货,到了竞选结束,今和川普相关的旗帜就卖出了25万面,大赚了一笔,义乌商品于2018年世界杯世界杯决赛, 法国队四比二玩上克罗比亚队营的冠军,有消息称,义乌的商贩早就提前预测到法国队将获得胜利,并提前准备了法国冠军纪念币。 看,到这里,那些赌球的朋友,心里是个啥滋味?但事实上,义乌商户告知媒体,其实义乌的商户并不知道谁会赢,而且提前制造冠军纪念币的风险很大。 如果法国输了,这批货物将完全赔完,毕竟世界杯预测和美国总统预测,完全是两回事儿,前者不以民意为转移,而后者却和民意相挂钩。 但是,当义乌商品的出货量,形成足够数量的样本数据时,的确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,人群在某个事件中的未来走向。 义乌国际小商品批发成概念图,精明的商人们,一只水的流下来判断未来的生产与销售趋势。 互联网时代才兴起的大数据概念,早已在义乌以一种简单的形式应用起来。 正是因为义乌和全世界做生意,才能获得了足够的数据样本,做出精准的商界判断。 美国精英层根本不信川普能做总统这么看来,特朗普很可能会再获得了四年任期,继续和世界各国互对。 义乌神预测背后的真心义乌的崛起,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崛起的一个缩影。 靠的是义乌人敲堂换毛商业头脑和勤劳,以及良好的商业政策扶持。 义乌起步,金毛换堂,义乌第一代市场,胡青门市场,义乌第四代市场。 兵王市场是想如果没有三十年前,义乌地方政府把改善人民生活,发展经济放在首位。 义乌书记谢高华一个人政治生命被赌博筹码,公然复辟资本主义,开设小商品市场。 会有义乌小商品经济良好的开端吗? 对义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谢高华,当时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招,直接违反了三道协定。 农民们不能起农从商,即使贸易不能经销工业品,可其不能批拔销售,可以这么说,当时义乌群众和领导干部,都冒着被取缔,被处罚的压力抵立前行。 义乌人的侵犯也是出了名的,义乌作坊,工厂地老板们,即使如今身价钱万,也依然不敢丢掉年轻做买卖时的侵犯刻苦,无数义乌人的发财经验, 其实总结起来就两个词儿,活力多相和全年无休,经过四十年的发展,义乌不仅成为世界文明的小商品中心,也已经成了窥探全球的一个窗口。 尽管这里的商家并不喜欢将时间浪费,再精进地到这些预测上,更多的还是盘算如何将生意做大做强。